1976年至1986年 历经十年发掘 考古专家在陕西宝基 清理出一座规模空前的超级大墓 大墓主人究竟是谁 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摸出的 秦宫大墓上级 半个世纪前 在陕西宝基 岛基市凤翔县 一个叫南指挥村的地方 离村子不远 有一块奇怪的荒地 一年四季 不管雨水多寡 那里的庄稼都长不好 生活在附近的人们 对此似乎也习以为常 没人想去深究 时间到了1976年 这一天 村民晋思智来到这块荒地 他想挖点土 修补自家的院墙 铁产灰处 黄土里带出一些奇怪的文化 他们的颜色和形状 与周围的黄土明显不同 有黄有红 还夹杂着一些碎石 并且非常坚硬 对这块土地的异常早已司空见惯了的禁思智 突然想起县里这几天 来了一个考古队 整天在附近专探 分辨组织 那么他们会不会对这里感兴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 人们对秦始皇和秦朝的了解 大多局限于史料记载 1974年兵马俑的发现 突然使人们有了更多的资源 去勾勒这个王朝大致的文后 也在三秦大帝上掀起了一轮秦代陶谷的热潮 这个庞大的帝国从何而来 他们先祖的遗存又在哪里 带着这个疑问 据兵马俑发现一年之后 陕西省陶谷所派出的陶谷队 来到宝鸡市凤祥县 在凤祥临山一带 这支考古队小型叶宿 足迹几乎踏遍了这个关中 著名山脉的脚脚落落 他们苦苦找寻的 就是那个强大的王朝 秦帝国先祖的足迹 当时呢 雍城考古队的队长是韩伟先生 著名的秦汉考古专家韩伟先生 他呢 1975年带队 开始在雍城进行考古工作 凤祥县 古称雍城 自公元前677年 秦都东迁至此 雍城作为秦都的时间 长达294年 包括秦帝国的三个皇帝在内 秦国历史上 共有33位国君 而其中19位就葬在这里 公元前383年 秦人将都城继续东迁 雍城才结束了这段辉煌的历史 第一这个地方是秦的首都雍城 秦人在这里建都二百多年 第二个是秦人呢 在这里是修建了大规模的这个陵园 所以呢 他其中当时的一个重点呢 就是找秦宫陵园 找秦的大墓 可是据文献记载 先秦墓葬不封不树 即地面没有封土 也不树立标志 加上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 要找到它们 就好似大海捞针一般 在凤祥县的茫茫山川原野之中 这十九位秦宫的陵墓 到底身居何处呢 因史集曾提到 秦宁宫葬西山大陆 故号秦陵山野 史集中提到的陵山 也就是凤祥县现在的陵山 所以考古队先从陵山着手 进行勘察 然而忙碌了一年多 却没有任何收获 当然转了一年多 考古队员呢 转参队员呢 大概也是觉得 有一些没有收获 心里有点急 正在这时 村民禁思志找上门来 向考古队员提起了 那块奇怪的荒地 他的话立即引起了 考古队员的兴趣 你们是高考古的 我们冲死个土厂 土厂里面 有个对面 土厘里面 你们去看一看 发现什么 我们赶快去 这件事 我还在这个 韩伟 苍明潭 在这边去 这一刻 谁都没有想到 这次简短的谈话 未来会被载入 秦汉考古的史册 因为正是 这位村民的举动 引发了一场 规模空前的 考古大发掘 从1976年到1986年 整整持续了 十年的发掘 不仅创造了 中国考古的空前技术 而且伴随着 一个个历史谜团的揭开 数千年前的那段岁月 开始浮现在人们眼前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历史片段 逐渐清晰地展露开来 来到现场 果然如金斯志说的那样 有一块地的庄家长势 确实不如别处 而土豪的断壁上 暴露出的则明显是 五花夯铜 因为所有的地线 经过 两千多年前的 我们的祖先 他活动以后 他土的土色 已经发自变化了 原生土 没有动物的土 叫土色一致 结构完整 有树像孔 这个地方人会活动 已经叫五花夯铜 就如果翻上来 在各种红色色的 黄色的 在翻转夯铜 回前以后 它的结构 已经发自变化了 五花夯铜的发现 让考古队员 十分兴奋 但接下来的测量 却又让人们 陷入了困惑 一看这土豪 有个栏尾像 去土的断面 宽度有42角度 然后两侧 最浅的地面 在一米八左右 然后中间的 形成一个湖形 虽然确定了 这里将是一处 文化遗存 可谁也没有见过 四十米宽的 夯土断面 自陕西考古研究所 成立以来 他们发掘的 墓葬数以百计 但这么大范围的 夯田土墓葬 确实没有遇见过 那么这里 会不会不是墓葬 而是一座地下城邑呢 当时我们不能判断 它是建筑椅子 还是墓葬 因为太大了 太宽了 一个断面 它什么形式结构 走向我们都不清楚 很快 韩伟队长带领大家 开始了实地勘察 初步勘察结果 让逃普队人震惊不已 这些土块来自一个巨大的地下工程 这个四方形的神秘地下工程 占地面积被逃普队标出 竟然足足有一个足球场大响 让人惊叹的还不仅仅是面积 接下来的酸碳 更是出乎了人们的预料 并因此推翻了 并因此推翻了关于城邑的猜测 结果一打呢 二十四米五深 你说一打不到底 一打不到底 一直打到二十四米五 才见到了原生的黄土 从这个深度呢 韩伟先生倒是去确认 这是一个大型的木造 古代城市不可能被埋在这样深的地下 那么是谁的木造 才能有这样的规模呢 接下来的发现更是令人惊喜 由于在牧室底部 还专探出了青高米 木炭 果木 朱砂等 这样的规模形致 再加上这里的地理位置 韩伟队长怀疑 这可能就是一处 秦宫大墓 在南北巷卡出来 它的宽度当时有四十二点五米 这是牧师部分 然后东西巷 整个拉长度 有山拉拉把长度拉出来 整整三百米 三天都睡不着觉 我想不肯啊 我们画的最大的墓 两三米三四米四五米 顶多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个墓葬 由于规模过于庞大 几个月之后 大墓的形质才被毛股队摸清 这是一个有两条斜坡墓道 和一个长方形墓室的超级大墓 呈现出怪异的中字结构 它的主体部分分作三层 在十余米处有一圈二层平台 而工程深度竟然相当于八层楼那么高 当时呢 韩文先生也非常高兴 因为呢 这是到截止一九七十年代 这是中国考古学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墓 因为在此之前 我们发掘过一些大型墓葬 比如安阳阴墟的亡灵 一般的面积呢 最大的面积呢 大概就是四百多平方米 而这个的面积呢 光墓室的面积是五千三百三十四平方 在场的考古队员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苦苦寻觅一年多的秦宫大墓 终于开始显露真容 由于这座大墓是在雍城发现的第一座秦宫大墓 所以被称为秦宫一号大墓 一号大墓墓葬之大实属罕见 拥有如此巨大墓葬的主人 其身份也必定极为显赫 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1976年12月 经过上级部门批准 中国考古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终于在凤强县南指挥村正式开始了 人们都在期待着 会有怎样惊人的发现 重现世间 一号大墓的发掘可以说是费时费力 到后来因为它 光墓室里边就有八万立方米的汤土 而且这个不能用大量的挖掘 现在工具去土 只能用人工 但是发掘到地下两米多的时候 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景 出现在大家面前 考古现场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洞口 那些洞口成圆形或椭圆形 几天时间就清理出了200多个 最让考古队员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经过分析 这些洞口都是盗墓者留下的盗洞 盗洞出现 犹如一盘冷水 迎面泼在了兴奋中的考古队员头上 大量训练的出现 让他们再次紧张起来 我们要绘制一个平面图 所以这个平面图光墓是部分 没有发掘墓到的时候 整整287个盗洞 为什么这个大墓会拥有这么多的盗洞 而盗洞的形状会呈现出如此大的不同呢 这也与不同时期的盗洞有关系 这个是不同的盗墓人的这个活动 可能形成的不同盗洞规格也有关系 里面出出大量的青铜器的残片呀 木炭呀 瓷片呀 在这里都能源出来 我记得我们出过这么大一个 一个讨铜器的一个残块 从那个铜器的残块 我们能看出来这个墓里当时呢 应该的殉葬的有了这个大型的青铜器 在这些明显是盗墓留下的痕迹中 一块碎瓷片被韩伟队长判断 应该属于宋代前后 它原本是一个普通的瓷碗 那么为什么盗洞中会出现宋朝的瓷碗呢 考古人员分析 这些瓷碗碎片很可能就是盗墓者盗墓时使用的油灯 那么这些盗洞 我们把它分析以后 从时代上来说 最早应该是战国晚期 就是等于说这个墓葬埋葬了 大约两三百年以后开始出现盗洁 那么一直到唐宋 但是你这个盗洞这么很肆无忌惮的 这样大规模的去盗洁的话 这个墓葬整体的信息应该是失去了非常多的东西 那么就是说 它就不完整了 据史料记载 盗墓之风从周代开始 历代皆有 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 自古至今 未有不亡之国也 无不亡之国者 事无不胡之墓也 这里的胡就是发掘的意思 也就是说天下的古墓很少有不被盗墓者光顾的 尽管一号大墓深埋地下二十四米之深 但如此多的盗洞在我国古墓盗爵史上也占据了一个历史之最 但是考古队员们始终坚信 如此规模的大墓 仅以古人的盗爵手段 应该还会留下大量珍贵的信息 根据以往的经验 关于墓主的许多重要信息 都能从出土青铜器的明文中破解出来 因此考古队员们也寄希望于 大墓可能出土带有明文的青铜器 那将会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方便 很遥远 很慢 那么多硬的土 那么多的土方量 到下面以后接近一地现象了 我们千千都期盼着 有比较快的精度 有科学的发掘 发掘有重要的收获 但是接下来的发现 却使这座神秘古墓变得更为枯朔的一领 在接近二层台的一处倒洞里 考古队员发掘出了一个头骨 他的祖大张 此前像是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什么 接着距离头骨不远 人们又发现了一节折断的胳膊残骸 并且随着发掘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骨遗骸出现了 考古队员在大墓第二层台阶上连夜工作 竟然清理出了二十具人骨遗骸 这二十具神秘尸骸都无关无骨 位置杂乐无章 这些神秘的尸骸究竟是些什么人的呢 他有些是伸手易出 就说明他生前埋葬之前 他死体就不完 这些人应该是一种坑葬 他应该是一种祭祀坑 如果说这样形式和规模的祭祀让人震撼 紧接着在三层台的泥土中 陆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箱子或匣子状的关锯 就更让大家紧张起来 这些尸骸的主人究竟是谁 他们为什么被埋葬在这里 虽然与二层台上的尸骸有所不同 但会不会也是被强迫殉葬的呢 一个个疑问激励着考古队员加快了发掘的进度 接下来的发现注定会更加让他们触目惊心 当厚重的泥土被清理干净后 考古队员终于第一次完整地目睹了 这座迄今为止中国发掘的最大墓葬 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的惊人 它的占地面积足足有五千多平方米 几乎相当于一个足球场 整座大墓呈倒金字塔形状 长三百米 宽四十二点五米 深二十四米 足足有八层楼那么深 这个中字形的大墓规模是阴代天子陵墓的四十多倍 在墓室最深处的三层台梯上 中间是庞大的竹果室 旁边有副果室 除此之外还密布着不同形式的藏制 当我们站在这个秦宫大墓的这个地方往下看的时候 我们感到毛骨寿 打开这些藏具 人们发现这里的湿海骨架都基本完整 没有断枝 显然是安详死去的 难道他们是自愿殉葬的吗 考古队员提取了头骨上沾人的毛发进行了专业检测 检测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 续人毛发内竟然含有高浓度的骨和参元素 而参就是人们常说的皮霜的主要成分 这似乎解开了这些人奇特的死亡之谜 我们发现这个水它是一种不容水而容酒精的一种非常急剧毒素的东西 那么它会不会这样的话我们推测 会不会把当时把这个水这个元素它放在酒里面去 那么就形成毒酒 就是当时人就是自觉自愿的去跟着秦宫去死 在告别意识上要喝这种酒 当这个酒喝了以后 因为它具有极毒性 马上就会死去 事后统计大墓中较为豪华的香训有七十二具 集中分布于紧邻国室的中心地带 墓箱大而宽厚 训人被绳索捆绑成全区的姿势装入箱内 他们可能是身份较高的机械 进城等人 辖训共九十四具 分布在靠近墓室四壁的外围 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奴隶 因为装念他们的墓匣要小得多 用的也只是四厘米厚的薄材 还有就是死前发现的祭祀坑中的二十具人物 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是谁会用这么多身份各异的活人来陪葬 在这个神秘的豪华墓葬里 那一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人间惨剧 而这一切对破解墓主及古墓的年代之谜 又能提供什么样的线索呢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连根捕起眼的墓柱竟然是最早的墓碑 在安详入殓的训练身上 竟然又发现了扭曲和捆扰的痕迹 在这个神秘的巨墓中充满了各种谜团 在大墓三层台的南北两侧 各有一根直径四十厘米 藏高不到两米的墓柱 这样的墓柱在他们死前的发觉中从未见过 这两根墓柱放置在这里 与整个大墓的格局也显得格格不入 显然并不是出于美观的设计 那么他们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考古队长韩伟带着一问查阅了史料 终于在礼记中找到了线索 据礼记桑福大记记载 君葬用春四伏二碑 玉冠用余宝 树碑于矿前 以伏绕之用陆路下关也 也就是说 古人下葬时都要在墓室旁树立大墓为碑 用作调送棺木的一轴 一号大墓中的这两根墓柱 是不是史料中记载的墓碑呢 文献说的背 它实际上是一种挂绳的路 挂轮 他把这个四根脖绳一边缠绕两个脖绳 他四根脖绳想拔起它 然后脖绳的中间就绑着这个大型的棺木 因为你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埋葬的这个意识 那么四伯二碑就这样 每根脖绳应该是参与下葬的人 守之作脖绳 然后这击骨为好 徐徐默 诗孩的发现带来一系列疑问 所有这些疑问都指向了古代一种恐怖的三藏制度 人训 残酷的人训制度自殷商时期开始至秦以后都有存在 其中最为惨烈的就是人生 而人生主要出现的时代则是先秦 神秘剧墓中最初发现的这二十个训人就是人生 他们生前可能是战俘或者更低等能力 大墓丰埋时被现场砍杀用于祭祀 从今天留下的灵万尸骨可知 当时的场景是何等残酷 这些可怜的人生就像牛羊一样被活生生的杀戮 在古代当时的人的观念中 那么 四四如生 就是死了以后 又跟生前一样 那么他生前的这一个生活场景 包括他的宫廷 他的用物 跟随他的人 他也要搬到地下去 十载秦国自第五代国君秦武功时期 就开始实行人俊制度 从死者少则数十多则上百 明列春秋五八的秦武功正是这一阶段的著名人物 《史记》中记载 他去世时为其殉葬的有一百七十七人 《史经黄鸟》记录了殉葬者的恐怖心情 《史经》中说道 这个演习就是秦国的良辰 他连同紫车室的重刑和真虎 一起都成为秦木工的殉葬品 随着历史的发展 秦国的统治者也逐渐意识到 人训制度对于国家人才和生产力的巨大伤害 再加上社会舆论对人训制度的强烈批评 在多重力量的驱动下 秦宪公二年国军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智的抉择 就是只从此彻底废除了联训制度 后来随着出现了随葬的风气越来越盛 怎么办呢 他用一种比较简洁的办法 那么就用陶勇来代替 用陶勇代替人训体现出当时的人们对生命的真实 同时也是人本主义思想在社会上的营牙 现今发掘的陶勇随葬食物中 最为著名的就是秦始皇陵的兵马勇 兵马勇阵容庞大 才艺精湛 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 从秦始皇帝灵人来看呢 我们现在看到他是已经开始用大量的兵勇来进行为他殉葬 已经没有这个人身上这个 我们这次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就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在发现尸骸的中期阶段 考古队员曾经大胆推断过 史料记载训人最多的秦国国军是秦穆公 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会不会就是他呢 然而随着骸骨的逐渐出土 大墓三层台上共发现166具训人 加上二层台上的20具人声 大墓里训人的总数达到了186具 比史料记载的秦穆公殉葬者 177人的数字还要多 这让考古队员感到震撼 他们竟然在无意中刷新了训人的记录 就从这一点也一定要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余 当考古队员进一步清理棺木时 他们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这些躺在棺木里的训人 他们的下肢全部语异的全曲震 并且用绳索紧紧捆绑 骨骨和禁骨相并成45度 用绳子把它捆绑起来 用轿棒绑起来 这个是保重最好的一个相形努力 在这就是70个 这些训人为什么会以如此奇怪的姿势死去呢 考古队员想起了史书上的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 秦人中盛行驱之葬 即在人刚死之时 用布袋将其下肢向上全曲捆扎 然后入关埋葬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许多地方 甚至在中亚一代 都有这个肢体弯曲的这种的 尤其是夏子谷 但是作为秦墓葬来说 数量最多 而且非常普及的这么一种葬事 应该是秦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关于屈之葬葬事的来源 众说纷纭 有一种说法认为 人生前在娘胎里就是全曲的姿势 死后依旧要保持这种姿势 轮回重生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阶级说 就是说认为 认为这个楼里主 他是自由人 我是站立起来的 那么我下边的这个楼谱 都是楼里 你面对主人 你必须是贵着的 那么就相当于屈子 关于屈之葬的另一种说法 叫远距离相葬 秦人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 是巨族相葬 就是说秦人不管死在什么地方 掩埋尸体的时候 一定要埋葬在祖先的坟墓里 这就产生了一个尸体运输的问题 如果运输 一个人的长 一个很长的一个躯干 当时的交通工具应该是马 不好运输 所以就要把人这个滋骨 圆起来 困起来 这样便运输 就眼前的这些尸骨来说 须知的原因 专家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 接起说 就在此时 陕西省考古所 另外一支考古队的工作 也获得了重大突破 1977年以来 在凤祥县城南 秦国景都之一 秦庸城 包括古城遗址 墓葬和其他居住区遗迹 慢慢地浮现在了世人眼前 发现了面积达十一平方公的秦庸城 然后这个庸城的发现 更进步促进了秦的 都城的研究 神秘的一号大墓 就处于雍城遗址范围之内 迄今为止 在雍城 共发现了十四座陵园 五十座大墓 其中包括 十八座国君的陵墓 考古队员们苦苦寻觅的 十九座秦宫陵墓 绝大部分 已经在凤祥县地面上 写入了踪影 缔造了中华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秦人 关于他们的历史 可以飞速到三千多年前的周王朝时代 秦人的祖先那时还是一个部落 游牧于广袤无垠的西北塞外边处立 秦人后来来到今天的咸阳一带 经过残酷征战 最终八周园 灭六国 统一中华 从秦庄宫算起 其间经三十多代统治者 历时六百余年 史书的残篇 勾勒了一个秦人东晋的大致路线 但具体走过今天的什么地方 一直缺乏考古史证 雍城的发泄 给人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 毕竟这里曾留下秦人二百五十年的岁月 现在这棵巨大的墓葬 寄予了考古专家更多的希望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规模空前的超级大墓 墓主人身份痴迷尚未揭开 一百八十六千训人的遗骨 又带来了新的谜团 墓中会有什么惊人发现 请收看探索发现多数的秦宫大墓 实际上和兵马俑本身的研究比起来 秦人整体历史的研究更重要 而这个重要呢 就是从一九七六年雍城的秦宫大墓的发现开始的 就说它标志着秦人陵墓 这个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由于大墓发掘 涉及土荒量庞大 又不能使用大型机械 队员们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创下了考古界之最 挖这么多土荒 也是世界之最一个目的 这么多的盗洞 也是世界之最 这么多雄人 也是世界之最 没有过的 一号大墓发掘到现在 墓底的竹果室尚未打开 考古队员们最想知道的 就是大墓主人的身份了 这座迄今为止 中国发掘的最大墓葬的主人 究竟是谁呢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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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上个 大墓发掘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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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